全产当红12强基身百元俱乐部 台股9月以来飙涨542点 盘面领工主角也由以往电子股改为全产金融股 法人表示ECFA的签订改变台股生态 与中国市场连接的全产股 股价想象空间大 吸引买盘 以往全产机有股的股价超过百元的寥寥可数 但这一波在全产股王金华登上500元后 京华 东阳 同城 申星 日日车 统一超 制大等也奋力上工 累计昨天为止 共12档传产股基身百元俱乐部 万宝头股董治长朱成志说 金融海啸后欧美国家需求衰退 导致电子业营收下滑 更糟的是毛利率走低 获利大减 而传产股获利却相对挺升 如电子五哥 鸿海 广达 仁宝 宏基与华硕 一到八月合计营收 是全产五哥 台速 统一 台泥 中钢与玉龙的十倍 但全产五哥的获利却逼近电子五哥 专家建议投资人已改变布局策略 我们认识说在签订ECFA之后 投资朋友对于台股的布局 应该再去偏重于台过度的一个电子股 未来在电子股跟传产股跟金融股的部分 可能会是平均分配的一个投资比重 动新闻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